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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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鞋呢 这对声好 走嘞您 到了 到了 来了 来了 你别 走 我觉得他这里装修得很好 那要不你们先做歌 我们俩去点呗 到我去点去 福福嘞 您好 您是老板对不对 那您帮我们推荐一下吧 就是我们牧民们来 这个是像长沙的一些特有的风味 像臭豆腐 就我们把臭豆腐变成一个素 对啊 这个是臭豆腐的样子 这个给昨天的阿姨 那我们来点一个这个吧 好 好吃 这个也要 这个好吃 然后还有这边的呢 小哥 少点点啊 少点点啊 那你甭管了 少点点啊 您怎么抢信呢 你甭管了 我知道 所以我没进去嘛 那我们这样吧老板 这两个是我们 就是我们两个选的 对 然后其他的 您帮我们上几道 你觉得好吃的 可以啊 好喝的 行了行了 赶紧的 咋了你们没话题聊了呀 没有啊 我在那等着呢 你回来吧你 你回来吧 你回来吧 我坐那儿你烦死 真是 那我坐这儿 你别 干嘛你坐下 你别想拉 周琪 你啊 这样 我没想到啊 咱们隐藏任务有两个人 两个人是同一个隐藏任务 对不对 哎 恭喜你成功触发了隐藏任务 你的任务就是在未来的旅程中 每次进到吃饭的场所 最后一个路做 我我坐下来兄弟 让你赢 好不好 我我也坐下来 我总结出来了 这种隐藏任务还是叫女生来完成吧 我跟你说我们俩多着快动手啊 真的 你看 就眼神里透露都是我知道你要干嘛 杀气就是 别人说我不知道 救命 你们该看出啥了里边 因为我发现 我们每一次去到每个餐厅的时候 我都会说 老板能不能介绍一下大家点菜 点的比较多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说 老板你觉得最好吃的 他可能很潜心的再去做一项菜 但后来另外一个没有 特别特别潜心做的一项菜火了 或者说更受大家欢迎 被关注的 对 哎呦来了 来了 哎呦 哎呦 老板不用给你做下来 来抽豆腐 抽豆腐甜品 抽豆腐了 这个超好吃 这个是用黑白米浆做的一个慕斯 太极 您是汤姑娘吗 哦 哦 唐姑娘是中国姑娘的意思 哦 唐巢姑娘不姓唐 对对对 就是为所有中国姑娘开的 就来的每位都是唐姑娘 先尝一下 先尝一下 好呀 那个是臭豆腐样子的甜品 那不是臭豆腐是吗 对 因为臭豆腐是一个豆制品 所以它是一个豆腐味的 我在里面融入那个豆浆啊 白云豆啊 都是中国的一些传统风味 这个里面放了多辣椒了 那那个黑色是什么辣椒 很好吃 很好吃 什么口感 辣的 香 香 辣 我这一次吃到辣的饼呢 很辣呀 没有 你回味 这五秒钟就 蹦 辣到 对对对 你怎么会想到 把多辣椒放在里面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系列 叫唐姑娘的长沙回味 我就会把长沙的一些味道 把它融进产品里面 对 像还有 这个是冬季的一个新品 哇 上餐的时候 然后拿那个喷枪 在外面喷了一次 火烤一下 烧过之后 它那个橙子的香味 会更加的明显 那敲吗 是敲吗 是敲吗 可以敲一下 这不就是冰糖葫芦的外面 那一层焦糖 是 我们用橘子肉把它做成了一个果冻 然后里面会有那个红薯的味道 哎呀 想吃 里面像布丁 怎么样怎么样 好吃啊 我一样 来 来 然后到时候里面还有这个 好好吃 要吃到里面那个洞的时候 它的风味是最足的 还好吃 我没想到这两个东西会搭配 它做这么一个甜品 那一举好几得 有冰糖 陈皮 橘子 还有红薯 然后最后我吃完还能查视力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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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别 好 好 好